無賣 真的跟天壤之別啦 也差太多了吧 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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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吃 一 二 三 四 五位 我是凌凌 大家好 你決定要今天的晚餐了嗎 我們無賣迷食頻道的話 每天五點更新 所以記得要訂閱喔 我們今天要 來吃壽司 吃壽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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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還不該 吃 為什麼 其實在日本有傳說中的 這種壽司店一定不好吃 或是一定很雷的 所以今天的計畫是 這種壽司店一定很雷的條件 說說壽司本身以外有什麼是 看得出來這家店感覺不好呢 我們這次有分兩種 第一種是 這一種店一定不好的 跟这一种寿司一定不好的 那我们先从这一种店开始好了 第一种就是 不要用厕所 或者是师傅的衣服很渣的店 因为日本比较注重卫生嘛 所以像寿司店那种地方 一定会很用心 衣服用干净啊 或者是厕所也会用干净 这种寿司店吗 饮食店基本上都是 但是呢 因为寿司店 通常他们都是穿白色的衣服 所以我们会说 厕所跟衣服的卫生度 对于做料理的卫生度是等于的 哦 就是看那个人他干不干净 就是从他们家厕所开始干 对 第二个传说就是 茶杯的下面还是师傅 不要去 因为日本寿司店一定会有那种 像就是有些店的话 它是会那个 BEE之类的是不是 对对对对 那我们很习惯就是 把东西洗完之后 让它晒干吗 烘干 那我们会说 从杯子的底液 可以看得出 他们对煮饭的细心度 怎么你说话 我确实有在日本遇过 在日本喝茶的话 茶杯是 这样叠起来有没有 有时候拿起来的时候 哎呦 里面还滋滋的 所以那个就是 不要去比较好的店是吗 就是可能 比较不会那么的细心 这样子 哦 第三点就是 不要去 师傅的手 干干干干的 寿司店 哦 师傅的手 这个是我在新闻看到的 美食家呢 是说 他去到好吃的寿司店 师傅的手一定是那个 滑滑 滑滑的 然后 如果 那种干干的手的 师傅的寿司店 他说通常都不是很好吃 诶 有差吗 可能他也不知道 他就觉得 而且好像有这个共同点 那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 掌心事 接下来是 这种寿司一定不好吃的 三个条件 那 第一个是 不要吃 暗沉的 鲑鱼 暗沉的鲑鱼 对 那今天呢 我们有准备 比较平价一点的寿司 跟比较高级一点的寿司 哦 那我听说的是 鲑鱼新不新鲜 要看它的颜色 新鲜的话 它比较举环瘦 比较不新鲜的 它会比较暗了一点 诶 那我们来比较看看有差吗 我觉得有 有差一点点的 这一个是比较便宜一点的 这个是比较高级一点的 而且你看它的纹路 感觉已经有点不一样了 便宜的好像比较没有那么的 顺顺的 它会 不接不接 这样子 对 而且你看它的表面 陷很多 感觉干干瘪瘪的不饱满 诶 所以真的会不一样 而且搞不好我觉得连饭 都有一点不太一样 对不对 对 其实日本会说 握寿司的饭有三种 第一种是 师傅自己去握的 它那种通常都是比较高级 第二种是 机器去压的 还有机器去压哦 对 然后第三种最普遍的是 机器把你压得差不多 然后用手再去调整 诶 是哦 对 所以手吃的寿司店是 饭不会太扎实 会有一点点空气感 你是寿司系吗 我们来看一下饭好了 我先打开比较便宜一点的 很明显它握得比较太扎实 对 它感觉饭都黏在一起了没有 然后比较高级的 真的天壤之别啊 也差太多了吧 哇 它形状很漂亮 而且它是粒粒分明的 哇 我的MAYA解克 我的MAYA解克 今天我们就来 请令令吃吃看 到底有没有差别 那我现在就来吃吃看 鲑鱼 我先吃一个这个 比较平价版的 这样看起来其实是蛮漂亮的啦 美味しいけど 像我们刚刚一开饭的时候 因为饭的人也是在一坨 所以我刚刚一进口饭的时候 我以为饭会 很充满我的嘴巴 可是它没有 它是一坨一坨一坨 快一坨一坨 然后 因为寿司的话不是应该要有醋饭吗 因为饭完全没有味道 而且很像在吃那个 鲑鱼片 配白饭 我自己觉得不差啦 就是感觉我们平常吃得到的那种 鲑鱼的感觉 鲑鱼香味比较没有那么重 平价后 就可以吃得很爽的那种感觉 那我来吃吃看高级版一点的 高级版他们这两个这样比起来啊 它的比例抓得很好 刚刚的话就是饭有点参丝不齐 可是这个高级的话 它看起来比例有没有很棒 我那时候它那个饭 我刚吃鲑鱼的时候 它就是饭全部黏在一起 可是这个的话 它的饭很粒粒分明 再来是那个鱼 超好吃 因为海鲜的话本身鱼味有时候会很重 它那个鱼味是很香 然后它的油脂也是吃到油脂 可是也不会太多 会不会很均匀 真的有差耶 那我来吃吃看这个平价版的鲑鱼 还有 这个饭就是这个 这感觉 其实到最后吹下去啊 嘴巴里面只剩下白饭的味道 鲑鱼的香气很快就没有了 不只是鲑鱼的差别 变成说全部的口感 然后香气都不一样 所以你好像这个传说 算是可以拿来当作参考 嗯 第二个条件是 微的纹路 圆圆的话 不要吃 通常吃的时候 不会注意到它的纹路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可以用纹路去猜 它是哪一个部位 那我们猜到这个部位的话 我们也知道这个部位到底好不好吃 嗯 要怎么看呢 哦 我今天有准备三张卡片 这个平行的听说是最好吃的 哦 司察你说鲑鱼它上面的纹路平行 对 第二种是 这样 这个 这种斜斜的听说是还不错 好像蛮想看到斜斜的味道 对 然后 听说不太好吃的是这种 这种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圆圆的 很像年轮的是不是 对对对 在日本啊 常常在这里煮饭的话 不少人会知道这些事情 你忘记我在哪边留学的 妈妈在那边 是哦 对啊 那你应该很懂这些事情吧 当然 因为我们学校是盛产黑鲑鱼的那些 所以我回到你 对 这个是比较平价版的鲑鱼 这个是比较高级的鲑鱼 你看这边很明显它们有一丝一丝的 哦它真的耶 它有纹路 而且这个是斜斜的 但这个平价版的话 你看 什么都没有 看一下这个饭的部分 3 2 1 比较平价高级版的 3 2 1 完全不一样 对 这个的话感觉就是 嗯 比较有厚度 但是有不叠的感觉 那我先吃这个平价版的看看 这个的话 但是厚度是比较厚 没有错 鲑鱼的香气真的不多 所以嘴巴都是满满的白饭的味道 而且这个口感有一点点 比较干干的 吃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么Q弹 而是那种 会被破开来的感觉 不叽不叽的感觉 但也不是说难吃 只是说比较平价一点 那我来吃吃看这高级版的 嗯 嗯 好美味 因为刚才的鲑鱼 它是一块厚厚的 但是有那种不叽的感觉 一进到嘴巴里面的时候 它是跟白饭直接分开来 但是这个我现在真的比较高级的 因为它有那个线嘛 所以它比较有办法这样弯过来 到嘴巴的时候 它有办法跟白饭一起的感觉 所以这条线呢 不只是新鲜度的差别 而是放到嘴巴里面的口感也有差的感觉 好 好那我们今天有准备这个鲑鱼了 我们来分析一下它有没有新鲜好肉 这个的话其实好像有一点没有粒粒分泌了 对 嗯看得出来 其实看得出来你看它的水分都已经都没了对不对 好下去了 颜色的话我也觉得这个好像比较浅色一点 没有那么的橘色 那我们一起来试吃看看 嗯? 好啊 好 いただきます 我自己算是蛮喜欢吃鲑鱼卵的 鲑鱼卵好像是 应该是自己帮我嘴巴的时候会 啵啾的那种感觉 那一咬它就会啵啾一块了 那它帮你嘴巴看然后就全部碎掉了 全部都黏在一起的感觉 今天真的学到很多内容 哦 谢谢 就吃饱了 对 谢谢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 这种寿司店一定雷的一些条件 诶 是只有在日本吗?还是 我觉得这些条件比较适合饮用在日本 因为日本呢除了回转寿司之外 寿司店其实是高级餐厅 这些条件就是让你避免说你付了那么多钱 但是到很雷的店子 确实 那这些条件啦 因为台湾的话通常大家都会去回转寿司 对不对 嗯 对 那你回转的时候也可以想象一下 啊这个条纹可能这个比较好吃 有办法挑这样子 学到了很多年 这些都是传说啦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留言欄告诉我们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今天没有讲到 但是你们其实知道这些条件也可以告诉我们哦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别忘记我们五脉美食频道 每天五点更新 所以记得要订阅哦 那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 谢谢大家 拜拜